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西瓜皮就这么扔掉了吗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 西瓜的每个部分都要被我承包 后皮西瓜的果肉切下来留着闷闷享用 剩下的西瓜皮只取白色的部分切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盐抓匀腌制可以让口感更脆爽 取干辣椒切成细丝 等到西瓜皮的水分被腌制出来 挤去多余的水分备用 再加入西瓜皮快速翻炒 一定要用大火动作迅速 才能保证西瓜皮爽脆的口感 加一点糖和味精调味 如果刚刚腌的不够咸的话 也可以放一点盐 这道辣炒西瓜皮就可以出锅啦 虽然总被当作果皮丢掉 但其实西瓜皮有且热去水肿的功效 脆辣爽口的西瓜皮 无论是下个小酒或者当个小菜 都是极好的 哈哈哈哈 接下来